2018 臺灣美食國際巡迴講座 週三來到了矽谷的臺灣會館 兩位島內知名的大廚 現場烹飪了多道特色佳肴 幽默、詭諧和深入淺出的教學方法 也讓現場民眾笑聲不斷 將牛肉切成薄片 裹上蔬菜 放在鍋內清煎幾分鐘 一道美味便做好了 課堂上臺灣健康食言所所長潘老師 向大家示範這道塔香牛肉卷 這個塔香牛肉卷呢 它是一個稍微健康 養生一點的這種新的料理 另一位名廚蔡老師有35年的餐飲經驗 他給大家帶來了兩道菜 松柏長青和滑溜魚羹 這道非常的棒 因為我們利用大白菜的內層 它最鮮嫩的部分來做 高尖低熱量 而且膳食纖維非常的豐富 適合夏天開胃菜 兩位老師風趣幽默的講課 讓課堂上笑聲不斷 經典的美味 讓在場學員品嘗後 暫不絕口 做客的菜 平常家裡也很好 它就是用白菜 然後就涼拌 然後你可以做 像我們臺灣比前比較知道 就是涼麵 這次活動由中華民國 僑委委員會推動 在聖地亞哥 西雅圖 洛杉磯 加拿大溫哥華等地舉辦 在舊金山灣區 進行了私場講座 能夠來讓我們這個 美國的主流社會 有更多的朋友 能夠了解臺灣美食 它的這個精彩之處 而且也同時也藉著這個活動 能夠讓我們這海外的僑胞 能夠再品嘗回味一下 這個家鄉的口味 大家一起也相熟 他也會每一年都會從臺灣這邊選出 這個料理界上面很知名的一些老師 來到北美 或是其實現在是全世界各地都有 做一個巡迴教學 主辦方介紹 2018臺灣美食國際巡迴講座已有12年 北加州的巡迴 5月25日在莊園樓 還有一場兩位名廚的烹飪講座 感興趣的朋友不要錯過機會 新潭記者金亞蘭、李淑健 矽谷慎河西採訪報導